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17年冬天上映的电影《寻梦环游记》 电影里的角色要经历两次死亡 第一次是肉体和灵魂的分离 第二次是当没有活着的人记得死者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穿过武汉街头的深深吆喝 在这些临次致彼的民居里 藏着无数顽强的生命律动 我们要讲的故事 从这一件开始 这就是我爷爷家 基本上从小到大格局都是一样 但是物品一直在不断地争夺 基本上现在在堆满了 这位是烧麦老师 也是一位数字艺术家 两个月前我们邀请他做了一期关于事效的分享 除了分享对影片的精彩评论 烧麦老师还提到 他希望和我们一起做一件事 一件可以永远记住他爷爷的事 对我爷爷的印象 就是他算是个艺术家 因为我们家其他人都是做学术比较多的 就是什么数学物理的 但是只有我爷爷呢 有很强的那种艺术气息 对 然后之前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但我一直知道就是他是 清华大学毕业的 他是在建筑学院 然后做的那个城市规划的这个方向 那个年代其实说是清华毕业的 就会觉得好像很厉害 当然现在也很厉害 对 然后就一直有这么个印象 但是看他每天琢磨的事 反正也联系不上这两者的关系 对 他就是一直在收集古玩 很热爱雕塑 紫砂壶 他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实际的价值 就比如说像这边墙上有一个那种笋 雕出来的一个雕塑 其实他买了他自己也觉得宝看 他再自己重新给它雕一雕 对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像自己的一个二创 一个自己的作品一样 然后小时候我自己爱画画 基本上也是我爷爷会跟我交流或者多一点 他就是会去看看你画的这是个什么 然后我小时候小时候画那种动漫 然后他就看不上 就这种感觉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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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了 我抱睡着了可能的 抱睡着了你就一直抱着 天际 这一个天际 天际 天际不会泄露 天际是不是 天 人的生老病死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的 但在我们这些晚辈的印象里 却总是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 他可能是一个画面 一段消息 一通电话 而对于烧卖来说 这个瞬间发生在几个月前 应该去年12月吧 有一次很大规模的新冠 后来感染以后 确实他们的身体就非常不好了 所以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爷爷突然就去世了 然后也是我爸突然打电话跟我说 说爷爷走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在新加坡 相当于没有能来得及回来 然后去看上最后一面 所以其实心里也是很多遗憾的 因为我爷爷是一个非常非常节俭的一个人 一直觉得要一切从简 所以他就是希望自己是水葬这样的一个形式 水葬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棒的 就相当于融入自然了嘛 可能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纪念他 唯一觉得遗憾的点就是 没有一个真正的碑 或许是对柔和包容的水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也或许像是烧买说的一样 希望归于自然 爷爷在生前做出了他的选择 那么在爷爷身后的烧买老师 也在寻找着自己的选择 因为之前看Coco那个电影 然后里面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就是说其实真正一个人的离开 是说在世上所有的人都把他给忘记了 我们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 能让后代还能记住他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碑以前就承载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现在既然没有了碑 是不是得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寻找一个能相对永恒的一个东西 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和烧卖一起回溯了他和他爷爷的回忆 发现有个地方被提及的频率特别高 就是爷爷的房子 爷爷的老房子是烧卖和爷爷的重要连接点 他像一道边界 当烧卖走进这个房间的那一刻 也就走进了爷爷 因此我们希望把这个房子作为重心 来考虑如何为爷爷搭建一个新的碑 我们希望他能够很生动地描绘出爷爷生前的生活状态 但又不希望这片空间过于真实 以至于无法和记忆有一个很好的区分 那我自己去回忆自己记忆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你能感觉到它存在 但是当你细看的时候它好像都散开了 我会有种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做摄影测量的节目的时候 我们用空三运算重建出老君三的点云的时候 同样也是一种熟悉又陌生 真实但又有点缥缈的感受 点云顾名思义是在空间中的一团团像云一样的点 构成了数据集 其中每一个点都包含了位置信息 有一些还可以包含色彩信息等等 那当我们离点云较远的时候 点之间的距离变小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真实的物体 而当我们靠近点云的时候点之间的距离变大 这个物体看起来就会像是散开了一样 因此在给烧麦老师看完参考之后 我们一直决定用点云的形式来还原烧麦爷爷的家 不仅如此 我们还希望尽可能详尽地还原爷爷家里那些意义非凡的古玩还有雕塑 并把它做成一支片子 在烧麦老师的引导之下 我们来为爷爷留下更多一点的存在 说做就做 首先我们要还原的是烧麦爷爷的家 之前我们还原老军山和武当山所使用的摄影测量技术 需要非常贴近物体 并且取到非常多不同角度的照片 它更加适合用在没有明显遮挡或者障碍的大型场所 用无人机来操作 而像烧麦爷爷家这样较小的受阻的室内环境 则更加适合另一种在数据采集还有数据处理方面都非常高效的方案 那就是激光雷达 顾名思义 激光雷达是以发射激光束探测目标位置的雷达系统 激光雷达系统通常包括发射器还有接收器 发射器发射光脉冲到物体上并且反射回来 被接收器所接收 但根据光的传播时间 结合雷达的位置信息 就可以算出目标点的三维坐标 那相比摄影测量所需要的大量数字图像 还有长时间的空散运算 激光雷达在采集效率还有数据处理上都要高效很多 那有了方案 我们还缺少一个激光雷达设备 正好科沃斯对我们这次的创作也非常感兴趣 愿意提供他们的混合固态激光雷达来协助创作 于是我们在半路上一派即合 那不得不说在雷达嵌入之后 这样方方正正的机身变得又薄又窄 走到哪里都创通无阻 那当然这个雷达设备也并不好直接使用 因为在日常工作中它的扫描范围是水平方向的 经过与科沃斯研发小伙伴的多次探讨 我们尝试了一波魔改 首先我们把这个横向的2D雷达给立了起来 让它可以实现垂直方向的扫描 那其次我们添加了一个水平旋转机构 以及一个惯性测量单元 这样LIDAR在垂直扫描完成之后 还能够水平旋转并且解算扫描仪的位置还有姿态 那相比汽车行业一般使用的120度视长角激光雷达 科沃斯混合固态激光雷达具有210度超大视长角 我们可以同时扫描天花板 墙体还有地面 旋转一周就可以基本完成全方位的3D扫描 最后我们还在装置中融合了相机 来捕捉对应的色彩数据 这样我们扫描得到的信息 就能够拼接成一个彩色的点云 那完成了激光雷达扫描仪的魔改 那么下一步就是正式的扫描作业了 我们需要将烧卖爷爷家从楼道到客厅 再到房间都进行扫描 其中布满爷爷古玩还有雕塑的工作间 对精度的要求最高 为了获得更高精度的模型 我们需要在工作间的不同位置还有角度 进行非常多次的扫描 最后通过后期处理软件 Cloud Compare和Blender 对各个部分的点云进行拼接 还有风格化的处理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烧卖爷爷家的点云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点云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自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精致的古玩还有雕塑 只能够呈现它们被拍摄到的一面 而雷达覆盖不到的背面就是一片模糊 但我们希望在成片中 能够全方位地展示这些古玩还有雕塑 因此在原来的扫描基础之上 我们还需要把古玩和雕塑拿出来 放到一个相对空旷的空间 再来进行单独的扫描 于是就这样 我们用这个方法一边扫描 烧卖爷爷家中的古玩还有雕塑 一边了解它们的故事 这时候一只意外遇见的乌龟雕塑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然后有一只龟 我记得是87年的时候捡到的 一只挺大的一个龟 然后那个龟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就突然不见了 就在那个阳台上 爬出去了还是怎么的 就突然就找不到了 就昨天我们来看景的时候 当时是觉得也想给 那个神秘失踪的乌龟 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当时就在看我就发现 这个台子上这块 其实有一个石头 还挺不错的这个位置 结果我就把那个石头转过来 结果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乌龟 对就是一个龟的造型 所以觉得其实也是 还挺巧妙的一个小插曲 时至今日 我们已经不清楚 这只乌龟雕塑的来历 但从几十年的朝夕相伴来看 这只雕塑龟 对烧卖爷爷来说 一定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 或许就是烧卖爷爷在那只乌龟丢失的时候 寻找的一件可以永远记住他的东西 是烧卖爷爷为失踪的乌龟 立的一块碑 这种感觉很奇妙 房间里的爷爷在以石龟纪念离开的龟 而房间外的烧卖 在以这个房间 来纪念已经离开的爷爷 当所有的扫描工作完成 再由烧卖老师将这些点语模型 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产片 房间里的古玩和雕塑 出自爷爷日复一日的细心收集和耐心雕刻 这些日子或许默默无闻 但我们想借由此片 再次推起这趟永远只能打开一半的旧门 透过微暗的灯光 多看一眼烧卖爷爷在工作桌前的背影 为烧卖爷爷曾经风银饱满的人生 喝一身材 它是代表政府 代表国家的现实 一种指责 一种责任 作为法师来说 它没有私人的理议 没有个人的理议 有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 那你当然不能问 我们的理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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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他的字迹 爷爷的影像 然后声音给全部收集起来 想试试看用AI 加以训练学习 看看能不能最后浓缩成一个 独属于他的一个百科全书吧 现在声音跟文本的 已经算很成熟了 但是字迹的话好像还没有太看到 不过我觉得应该很快也会来 或许未来当孩子们 想要去纪念爷爷的时候 可以去向他提问 去了解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或许还能够获得一张 从远方寄过来的明信片 上面有爷爷的字迹 还有给后辈的话 总之就是希望能用更多的方式 来了解他 记住他 虚拟现实不是现实 数字飞升也不是真正的永存 他们从来都无法使 生死的边界变得模糊 他只是站在这条风格线上 像一块碑一样 不仅是为了证明亡者曾经存在 更是生者向死而生的希望和寄托 生死的边界依然很分明 但依靠着这块更有实感的碑 留下的人还将走出去很远 所以最后非常感谢烧麦老师 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做这个有意义的项目 也非常感谢科沃斯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才用这个项目成真 对于一个家而言 真正的生命力始终在于 其流动的变化 就像烧麦爷爷的房间 新的雕塑会持续诞生 走失的乌龟也可能会再次回家 通过AI技术 我们得以赋予这个房间不断的变化 而这也正是科沃斯长久以来的努力 通过技术的不断升级 来更好的适应变化中的家居的环境 让技术和人文结合 让机器人服务每一个人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也欢迎各位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如果你觉得认可的话 可以发给你的朋友们看看 这会儿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欢迎去关注烧麦老师 他会有更多精彩的作品 在他正好上的本身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